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你真的對那間學校 我很想去這間學校 或者我很想去了解這間幼稚園的話 其實我會提議家長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去學校附近 尤其是放學時間 可以看看小朋友放學時 樣子是否很開心 或者放學時 家長和小朋友的溝通 或者他們說的話題是甚麼 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瞭解一下這間學校 背後的教學 或者是小朋友的放學 開心程度有多少 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 第一件事他們要找一下 學校究竟辦學理念 家長第一件事他認不認同 還有就是說 家間幼稚園走的模式 去用的課程 究竟是否適合你自己的小朋友 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活躍的 很活潑的 你要他坐定定 坐在這裏聽書 或者是要填鴨色 要去做很多練習 我覺得這一類型的學校 就未必適合自己的小朋友 我想家長們就要注意這件事 還有我想有時在地區性 都會是一個 家長應該要考慮的因素 很多時候家長都不會考慮 他就會覺得哪一間學校 他很想去 但他來到自己 他離自己的家住子很遠 你想想一個三小時的課程 一個小朋友用了來來回回 可能會用了五至六個小時 你覺得小朋友的學習 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小朋友的精神 是否真的會有這麼充足 可以去支持他這三個小時的學習 我想家長這件事 是值得他們自己去選擇 去想一下 每一個不同的年齡段 其實小朋友都有他的發展 重點他們應該要去發展的方向 比如兩歲的小朋友 其實我們都希望小朋友 他們多些在他們自己的行為 或者是跟語人相處 這方面可以學習多些 其實學校也是一個好的地方 給小朋友提供一個好的地方 給小朋友去學習 因為條件裏面 有很多同年齡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上課 一起玩 一起吃茶點 和小朋友之間互相相處 和大人相處是很不同的 因為大人和小朋友相處的時候 大人一定會就著小朋友 我經常跟家長分享 小朋友想喝水 其實他不用說話 他的眼神 或者他的動作 他的水便自然會埋到他身邊 但在學校不會 學校就是要喝水 要提出 所以小朋友的語言發展會快 因為兩至六歲 都是小朋友語言發展的黃金期 所以如果我們錯過了這段時間 小朋友在語言發展的時候 就會沒有小朋友回學會那麼理想 或者那麼快 這可能是家長可以考慮的因素 我想最特殊的情況 就是爸爸媽媽 可能會幫小朋友搶答問題 這就是最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老師和小朋友去面試的時候 我們都明白的 有時小朋友他們答問題的反應 不會比大人快 變成了家長就很心急 就是一秒都不想等 就已經去引導了小朋友 先回答答案出來 我想這模式的時候 你會讓我們的老師感覺到 家長是過分緊張 是不給小朋友機會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比如小朋友 入到面試和老師聊天的時候 桌面上太多玩具 有時可能會令小朋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那家長就很緊張 有些家長就會很緊張 甚至會會動手去拉小朋友 或者很大聲 其實這些都不是太好的表現 如果家長可以做到的時候 家長可以在小朋友耳邊小聲跟他說 我們要回答老師問題 聽老師說甚麼 我們要留心一些 全部用一些很直接的方法 直接的語言去告訴小朋友 令小朋友會知道 他應該接下來的指示是做甚麼 很快 在這裏